郭榮鏗議員 主席,我有幾條問題是要問法律顧問的 就是就著你回覆我的信 裏面的一些問題 我希望法律顧問會回答 第一就是在信件裏面的第二段 你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講 根據一般的法律原則 你本人是有一些某種的權力 但是這些法律角度是甚麼呢 法律原則是甚麼呢 我希望法律顧問是可以回答 第一 第二就是… 你留持假給法律顧問 甚麼 你留持假給法律顧問 在你三分鐘之中 第二就是立法會主席的權力 是來自《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 但是你是根據條文是沒有同樣的權力 但是為何一封信的第三段 是說你是可以跟立法會大主席的權力相等 第三條問題就是第三頁 你就說到這個37A是由你決定 你有甚麼權力 但是過往的做法 你必須都要效法的 但是過往的做法 如果你要改的話 或者你有甚麼新的權力可以改過往的做法 你根據財委會議事規則第三十條 你一定要諮詢整個財務委員會 在所有委員同意之下才可以改 為什麼你的所謂隱含權力是可以超越議事規則的第三十條 這三條問題我希望法律顧問可以答 顧問你簡單答答 主席 是主席為了履行他的職能 是可以被傳釋為他有一些必然含義 或者合理附帶 或者為了相應引致的目的 而具有合理的所需權力 這是原則性的法律基礎 就讓主持會議的人士 在依照規則來主持會議的情況下 按情況去控制會議的進程 至於第二個問題 似乎是問主席本人 這個信中似乎是從實務上 立法會主席和立法會其他委員會主席 都有一個共通的職責就是主持會議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裏就說到本質相同 所以也有確保會議有秩序 公平和正當進行的職責 多謝法律顧問 下一位 黃碧雲議員 我都說你留足時間 否則沒有辦法 黃碧雲議員 黃碧雲議員 有其他途徑 我們不是今天 我剛才在說的 給三分鐘是每位議員自己作為一個發言 黃碧雲議員 我給我的時間 法律顧問答一下 OK 三分鐘繼續 主席 這個會議程序的三十一條 是授權委員會 確確立了委員會 是依照議事規則 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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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三十二十 我相信 議員剛才提的是 第三十條 確立了這個議事規則 第七十一條 第十三款 根據議事規則授權 這個財務委員會 自行決定本身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這個規定 它本身沒有進一步 作一些細節上 怎樣去達至 是作適用的 會議程序 即是等於現在 剛才大家都拿起來做參與 來做依據的會議程序 就是經過了一個過程 尤其是這一本 它最初是 上一次來講修訂 即是寫三十七A入去的那段時間 就是由財委會政府主席 以及他核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政府主席 得到獲秘書處的協助 檢討當時的會議程序 然後上一份正式的文件 然後就徵詢所有的委員 再而上一份正式的文件 上財委會 在財委會上通過 這就是 我想帶出來的一點 就是 所有的規則 所有的程序 好像我先前解答一樣 在財委會的情況 它很以重 就是過往的行事方式 一併來應用 所以當然在適當的情況 主席在主持會議 承擔了控制會議進程的職責情況之下 它都要決定有什麼情況之下 是會由委員會決定 在實務上 主席 其實過往 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之下 很多時候 都會由主席 是 是 帶任委員會 就著一些 程序上 或者行事方式 做一個確認 然後進而 經過一段時間 就成為一個行事方式 如果覺得有需要 為了 將這個行事方式 比較明確地放在 將來作為依據 就會放在會議程序上 這個整個運作就是 我的理解主席 我希望可以協助議員 用再一個時間